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峰 今天呢 我来到了广州新摩卡的媒体试驾会 我们先来静态体验一下 它的一个整体的外观 这辆新摩卡 DHT PHEV 有着极大亮点 它的定位是新能源智能豪华电动品牌 R5座旗舰电动SUV 高端新能源全新美学 前脸的造型大改 前脸的贯穿式日行灯 大灯组合也非常有个性 无边界风格的进气格栅 让整个车看起来非常的协调 但是对于外形来说 还是人则见人智则见智 新车的尺寸和侧面的风格变化不大 长度也略有增加 车尾部换了一个贯穿式的双层LED尾灯 车内的整体布局有着小小的变动 但是依旧保留着老款的整体布局和风格 最大的区别就是将原有的电子挡 换成了怀挡 怀挡更多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中控台的下方 留有更多的空间 给到储物空间和整洁性 这台新摩卡它的驾驶感究竟如何 接下来我们开起来 动态体验一下它整体的一个驾驶感受 包括它有哪些提升 走 我们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自动驾驶的一个模式 然后走这个车道的中心点 把持的还是比较稳的 我们现在再进行一个大约35度的一个转弯 我们来试一下它目前的一个变道功能 就是它下扎道打转向灯 它自己变道的功能 看它能不能实现 现在我们左侧是没有车辆的 我们向左侧打方向盘 OK 它现在在自动变道 变道已完成 它其实我了 变道完成 请关闭转向灯 动力总成方面 这台车配备了1.5T发动机 加两档DHT变速箱和驱动电机 搭配了不同容量的电池包 分别是215公里的续航和245公里的续航 即使在溃电的情况下 最低油耗也能保持在5.55升左右 目前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 整体的一个驾驶感受 感觉还是比较良好 包括它的车窗都是采用了双层的夹胶玻璃 空间的静密性 我觉得还是非常OK的 此时此刻除了能听到这个空调的风声以外 基本上外界的任何杂音都是听不到了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您觉得这辆车的售价在多少钱 您会愿意买它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